那么同一个地球 这个是日本的NHK的一个照片 它应该是在月球上拍的吧 这个月球上的地球跑着像日出一样 出来的时候的样子 同一个地球会有哪一些新的问题呢 我们来看一下影响世界的五个大的趋势 第一个这五个都很重要 所以各位在上这一堂课设计思考的时候 也许你以前对这些问题都没有真正的认识 或者是不了解它是什么 您最好把它不只记住 还做一些深刻的思考 一个是老龄化 一个是东西的均衡 一个是全球的连结 一个是知识的融合 一个是环境的变迁 我最近在几个不同的演讲中间 都跟大家报告了这几个东西 这个是我从一些书上整理起来以后 把它作为一个比较完整的跟大家做报告 这五个东西呢 我们一个一个解释 趋势的第一个就是老龄化 那老龄化我用了一首诗 是李白的诗 称是秦时必是人劝酒相欢不知老 大概我们的社会就是不知道真正老龄化来的 只是听说在学术上大家说老龄化媒体上大家都说老龄化 老龄化是什么意思呢 照联合国的标准老龄化是这样子的 如果在社会上平均十个人就有一个六十岁以上 这样子的社会叫做老龄化 台湾已经是了 这个中国大陆也是 1993年开始变成一个老龄化的社会 所以这是同一个人他开始慢慢变老的样子 如果10%的人是在右边的这两个年纪或以上 那他就是一个老龄化的社会 在美国每八秒钟就有一位他的国民度过五十岁的生日 所以我们刚刚从开始上课到现在时间已经很多八秒 所以他也觉得很多人是五十岁 你稍微想一下这个景象 你会觉得一二三四半个人五十岁 大概是这个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台湾每十个人有一位六十五岁以上 在大陆每十位有一位六十岁以上 大陆比台湾稍微慢了一点点 我们再从这个数字 上面是老人下面是十四岁以下的小孩 1999年大概就十多年前台湾的老龄化指数 什么叫做老龄化指数 就是六十五岁以上的人口的总数 跟十四岁以下的人口的总数 把它是除起来 那么在1999年的时候呢 这两个族群的比例 就是六十五岁以上的人占十四岁以下的人的人口 占39.4%在台湾 那么这个大家都清楚 也就是六十五岁以上的人 他如果有十个人的话 那么这个十四岁以下的人就比这个多 但是到了2009也就是去年的时候 六十五岁的人的总数跟十四岁以上以下的人的总数 比起来已经有六成五了 这个曲线继续上去 预测大概在20162017 这个就超过一百 超过一百的意思就是说 六十五岁以上的人比十四岁以下的人多了 所以这个是台湾社会现在的一个景象 所以现在台湾的小学一所一所的需要关掉 为什么 因为就没有小孩了 所以没有需要那么多小学了 这个是现在的一个社会现象 换句话讲 如果右边这个是代表六十五岁以上 左边这个代表十四岁以下 台湾的人口预计在2016年 银法就超过童颜 银法上升童颜下降 所以银法的数字就超过这个童颜的数字 我们待会再来解释 那怎么办 我们先看第二个趋势 东西均衡 大江东去浪涛进千古风流人物 这是苏氏的一首诗 西方说东方崛起 这是上海 很多的书在讲这件事 从西方的角度看法 是说东方现在正在向上 西方现在正在向下 权力的版图的重心已经改变了 从西方的角度看 左边那个是二十四纪 是西方比较重 东方比较轻 右边这个是二十一世纪 东方比较重 西方比较轻 其实事实可能不是真的是这样 它只是一个往那个方向走去 真正的现象大概会变成不是输赢 而是东方越来越重 重到变成东西方是平衡的 这个是中国的外交部长说的 我也觉得这个看法比较接近事实 为什么它会有这个现象 是因为整个地球上世界的发展 它由于世界是平的的概念 让东方的力量变成很快的可以累积起来 这个在一个世纪以前是不可能的 不管你有多努力它都不可能 所以到最后会变成是一个东西均衡的一个世界 这个是一个我们非常需要探讨 那么也是我们在思考设计这件事情的时候 必须要把它放在脑袋里面想的一个东西 第三个趋势是全球连结 什么叫做全球连结 这个杜甫有一首诗叫做 由功远世古墨比 直尺应虚论万里 这是他在批评蒋平一幅画的时候 讲说他的画小小 但是他可以画出非常壮观 而且看起来非常巨大的一个景致 直尺应虚论万里 透过杜甫的这一首诗 我们可以来看看 我们的地球现在的现象 跟这个诗有什么关系 我想跟各位同学解释 我们现在生活在两个地球 一个地球是左边的这个地球 一个地球是右边的这个地球 左边的这个地球 就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地图的地球 我们看到我们地球的样子都是从地图上看 或者从地球仪来看 只有少数的人可以飞到太空中 从太空中去看 可是不管怎么样看 它都是一个地图的地球 一个球上面有很多的这个陆地海洋等等 我们把它变成是一张图 以便能够我们去了解 这个地方是非洲 非洲的北边 这边是埃及等等 南非在这个位置等等 这个是地图的地球 可是随着科技的发展 我们现在可能活在地图的地球的时间 还没有活在这个地球的时间来得长 这个地球叫做地址的地球 什么叫做地址的地球 我现在要找主任 我几个星期才有机会跟他碰到面 我是用地址找他的 我找到他的网址 打上去 主任就看到了 同学要找我也是一样的这样的找法 所以我们是活在一个地址的地球 这个地址有电话号码 有网这个邮箱的地址 有你的网页 有你的Facebook 有你的各式各样的东西 所以那个是一个地址的地球 我们活在这个地方的时间 比活在这个地方的时间 我们花的时间更多在右边的地球 花时间少一点在左边的地球 越来越多人住在右边的地球 而不太住在左边的地球 虽然它站在左边的地球上 但是它不是用地图的概念在活 它用地址的概念在活 所以如果各位不相信的话 你现在跑到一个国中的门口 不要小学 小学可能更达不出来 你跑到任何一所国中的门口 下课的时候 你拿一张世界地图给它 你问它一个地方 请它在地图上指出来 我大概可以告诉各位 十个可能有六个指不出来 你在问它的地方 但是如果你告诉它 什么东西的王子在哪里 它可能一下就可以告诉你 所以这个就是地址的地球 跟地图的地球的概念 在地图的地球上面 李白曾经有这么样子的一首 朝时白地彩云间 千里江陵一日返 两岸原生提不住 青州已过万中山 表示很快 在地图的地球上面很快 从白地庙 这个早上离开 哇 这个飞快的这个渡江 这个是它在说的那个地方 可是如果我们在地址的地球呢 白地庙 不要说青州已过万中山了 要直接跑到巴黎的罗浮宫 都是按一下键 过来 按一下键 过去 按一下键再过来 按一下键再过去 它可以用这样子的速度 在两个世界中间走来走去 很快的 你可以 这一秒钟在巴黎 那一秒钟在伦敦 下一秒钟在上海 随你跑 很快 所以直尺英虚论万里 这个杜甫的这句话 大概就代表了我们现在整个活在地址的地球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我为什么要把这样的一些概念跟各位同学想办法要说清楚呢 是想要让各位知道当你要开始做设计的时候 这一些对于新的地球的认识 你必须要非常认识 不然的话你会设计一些东西根本跟现在的地球一点关系也没有 第四个非常重要 但是各位可能比较不了解 那不过各位在座有许多都 这个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可能也不是那么不清楚才对 那么一年级的同学稍微听一听我想也应该可以了解 不过它有它的重要性 所以我希望各位真正可以去思考这些事情 这个是欧阳修的一句 今年花盛去年红可惜明年花更好 知与谁同 代表我们的知识其实是一直一直的弄到你 其实已经有点点搞不清楚到底现在是怎么回事 各位也许认识他也许不认识 不过非常这个伟大的一位这个人士 他是麻省理工学院的这个媒体实验室的创办人 这个Nikolas Nikroponte 他现在已经不是创 当然还是创办人 他现在是这个应该是美国的副国务卿吧 他就是说这个每一个小孩 都要有一部电脑就是One Laptop per Child 这样子一个运动的发起人 很重要的一位思想家 他在1980年代提出了一个概念 就是这张图 这张图后来被很多人用 我们拿来解释给大家听 在1980年代的时候 他说电脑 内容 也就是媒体内容 跟电脑 跟communications 也就是这个传书 那个时候你去念大学 你念communications是念communication 你念media是念media 就是在做内容 你做新闻的 做什么戏剧的 做等等 都是在读content 你读computer的人数读computer 他说大概20年后 这三个东西你分不清楚 2000年已经过了10年了 我们现在看是不是他说的那样 是 你现在分得清楚 computing content 跟communication 其实学问还是可以分得清楚 可是这三个东西 是结合在一起做事情 这三个东西结合在一起 变成什么 变成new media 就是变成新媒体 也就是这三个东西联合在一起 所以报纸很吃力 很多人关门了 电视也很吃力 因为很多人不看电视 跑去网络上看 这个已经发生 这个就是知识的融合 它本来是一个独立的知识 它是一个独立的知识 它是一个独立的知识 这些知识结合在一起 变成是一个新的东西 现在是2010年 现在大家在谈什么呢 medicine 医药 media 媒体 manufacturing 制造 制造业 媒体业跟这个医药业 在2010年看起来是三个东西 2030也就是20年之后 这三个东西会结合起来 变成一个东西 是什么东西 我们叫不出来那是什么东西 不过为什么它是这样 简单的说就是medicine 就是我们人类健康所需要的 这个医疗的一些知识跟技术 它跟媒体有什么关系呢 有很重要的关系 你如果把人类的基因 排起来的时候 它是不是一个media 它带了所有的讯息 带了你的所有的讯息 它就是一个媒体的概念 所以你知道如何去处理媒体 怎么样去储存 怎么样去运用 处理媒体的概念 跟处理制造的概念 把这些东西结合起来 它会变成2030的一个融合型的知识 产生的一个新东西 所以如果你现在说 我要用这样子的东西来想 20年以后 那你想也别想 因为它不会那样发生 它是一个新的东西 这就是为什么你们都很年轻 所以你必须要把眼光放得远 知道未来是这样融合 它正在发生 我把Nicros Pondy先生的那一张 1980年代的预测 到2000年的时候 他预测2000年会这样子 所以他真正的看到一个未来 现在这个是大家在看的另外一个未来 所以这个是你可以去想象的一件事情 但是千万不要随便觉得说 这个还不是说说 它是朝着这个趋势在发展 什么趋势 知识融合的趋势 另外有一个是我想要跟各位报告的 这个在书上比较少说 但是我想它也应该是一个 大家值得知道的事情 Green Technology不是GREEN 不是绿色的Technology 是G-R-I-N G-R-I-N 是什么意思 G-R-I-N 是什么意思 G-R-I-N 这个G 是G-R-I-N G-R-I-N 就是基因 R 是 Robotics 机器人 Internet 就是网路 Nero Technology 就是奈米科技 这四个东西正在结合起来 基因 机器人 Internet 跟奈米科技 结合起来变成是一种新东西 这个东西跟脑跟神经的研究 以及跟环境跟经济的研究 这三个东西正在结合 它会对社会 经济 政治 产生很大很大的变化 什么意思 也就是这一种基因 机器人 互联网跟奈米的融合科技 跟脑跟神经的研究跟发展 过去几年研究跟发展 发展得非常迅速 还有跟环境跟经济 所结合起来的东西 会变成一种新的东西出来 什么叫做新的东西 现在有几个网站 我们在未来几堂课会跟各位报告 很多人在研究 我就举个例子 学建筑的人大概都知道 路易康 知道路易康的人举手我看 OK 大概不多 路易康是一位 这个二十世纪的建筑大师 设计过非常多 非常看得让人感动的房子 今天我刚好没有带那张照片给大家看 它在加州有一栋房子 已经经过了几十年了 你去看还是觉得非常的让你震撼 但是那种震撼不是一种戏剧性的 兴奋的震撼 而是一种沉浸的震撼 就是让你平静下来的震撼 为什么会有那个地方 各位都知道小儿麻痹有一个疫苗 叫沙克疫苗 沙克这位先生在1950年代 他在芝加哥大学的地下室 在研究这个疫苗 学校给他这个project 他在那边研究这个疫苗 他发现他研究得非常不顺利 所以他就跑去旅行 他跑到欧洲去 他在欧洲住了几个修道院 他在修道院的那些 这个中古世纪的修道院的修室的 这个闭关自修的那些房间 思考他的问题 结果他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东西 他觉得他有很多在芝加哥 想不出来的问题 他在那些修道院的地方 好像问题就变成迎刃而解 当然他后来把这个疫苗也发展出来 所以变成一个非常有贡献的人 但是他心里念念不忘 为什么我在芝加哥 想不出来的问题 我在修道院的那些闭关的房间 我可以觉得我的思路那么清晰 他有一个想法 他的想法就是 那个房间一定影响了我的脑袋 很多人会觉得神经病哪里有这种可能 心境自然良 你在哪里都应该一样 但是他觉得应该是这样 所以等到他很成功的时候 他就拿了一笔钱 请了这位建筑大师路易康 帮他在那一块基地上面 设计一个研究中心 那个研究中心 基本上是诺贝尔籍 就是很多的人在里头研究 是诺贝尔奖的得主 他希望每一个人在那里研究的时候 有一种他在修道院里头的那种感受 路易康非常了解他的看法 他把它做出来 他当然不是抄袭一个中世纪的修道院 但是他做了一个20世纪 一个非常动人的建筑 到现在这么久了 他还是动人 但是重点更动人的是 由于在20世纪末期 脑跟神经的研究 让大家明白 空间跟环境 对于脑 是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简单的说 你如果反过来说 为什么有些店你走进去 你会很想买东西 有些店你进去 你根本不想买 有的人会说 那这个是设计的好 设计的不好 这里怎样怎样 其实都不是 那里头空间正在传递的一种语言 那种语言影响了你的脑的作为 那那个 就是未来在这个 脑跟神经的研究 跟环境跟经济的研究 这三个东西会结合在一起 变成一个更有效率的 一个建筑空间的运用 那么我们现在在学建筑设计的人 如果对于脑 实在是猛叉叉 根本不认识 可能你就要开始去试着去找很多的 这个懂得这一方面知识的人来告诉你 那是怎么一回事 你不能讲说 那个中文无关 以后你会发现 它跟你太有关系 所以说不定 以后变成设计的人士 脑神经科学家在设计房子 不是你 根本不是你 因为你没有那个知识 可以处理那个问题 所以这个部分 是需要同学知道 趋势的第五是 气候变迁 倾酬不断 问何人会解连环 这是新气级的一首诗 那么中间的一段 那因为气候变迁 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什么人可以解连环呢 那我就利用 新气级的这一首诗来解释这件事情 这一张图跟各位解释一下 让各位知道 为什么气候变迁 是一个这么大的问题 这个是公元一千年 这个是公元两千年 这一张图横跨了一千年的时间 一千年的中间 大家都在这里 都差不多 到了这一段 开始变化 这一段是什么时候呢 一千九百 一千这个八百五十年 到这个公元两千年之间 这里 这个刚刚基本上就是工业化以后 工业化以后的这一段 我们把它放大 从这里到这里 这是气温 地球的温度 一直上去 那现在也不需要我解释 各位都知道 全球暖化什么原因 工业化的很多的排放 造成了这件事情 人口的增多 人口的增多 还有大家喜欢吃各式各样的养殖性的动物 所以那些动物 你以前放养的时候 它的排泄不会是几千头在一起 所以它排泄没有那么严重的一个问题 你现在开始养殖的时候 它就开始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所以工业化以后 大家对于生活的需求要求也多了以后 那么工厂的排放 牧场的排放 住家的排放 交通的排放 各式各样的排放 造成的温度是这样向上升 那么两千年之后的判断 最糟糕是这样 最好是这样 可是都比现在高多了 所以气候的变化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也许会去想 那气候变化既然是这么大的一个问题 那么到底为什么我们不重视 我们用这两张图 大概各位就会了解 为什么我们不重视气候变化 我们很可能反而更重视金融危机 我们不重视气候变化 全球的领袖跑去开气候变化的时候 开开开开 然后大家讲一讲讲一讲 谈不拢那就算了 就走了 可是前一阵子在金融危机的时候 全球的领袖聚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不需要谈很久 他们一定有结论 他们不敢没有结论 为什么 SARS的时候 你怕不怕 因为那个是马上会死人的 所以大家都怕 所以大家都很怕SARS 但是大家不怕这个AS 如果你得了AS 你想说反正我明天又不会死 我拖个两个礼拜 我也不会死 我甚至拖个两年 也不会怎么样 因为它是慢慢来 这是什么 这个是僵直性脊椎炎 僵直性脊椎炎 就是你的脊椎越来越硬化 那么你到后来脊椎就变成整个弯过去 所以你要脊椎开刀 然后把它直过来 钉了很多钉子 你才能够把脊椎拉直 我们的地球的问题 大概比较像这个 因为不会马上第二天就让你死 所以你觉得我还有时间 我们的金融危机比较像SARS 因为你如果不处理 那当场全球就大家一起死掉 所以大家就赶快赶快 但是 这个严不严重 这个是当你发展到很严重的时候 你回不来 所以其实它很严重 但是因为它慢慢来 所以它就不怕 这个不怕 脊椎会弯到什么程度呢 这个是海平面上升的高度 从1880年也就是工业化开始的时候到2000年的时候 我们的海平面的这个Sea Level 一直一直一直上来 海平面一直一直上来 那当然我们都知道 它的结果就是这个叫什么 很多地方会跑到水里去 很多地方会跑到水里去 我们也许会觉得真的吗 有的人也许会觉得 哎呀这个还久吧 不过无论如何 刚刚那个第一个部分都是告诉大家 那五个问题你不能够不知道 不管你觉得它有多紧张 但是你不知道 你就不是现代人 第二个 希望大家了解的是 新形态的领导人 必须具有的三种能力 能力之一 认识新世纪的解构跟结构 什么叫做解构跟结构 我们说 刚刚影响世界的五个大趋势 由老龄化 东西均衡 全球连结 知识融合 跟环境变迁 那它解构些什么 老龄化就像我刚刚说的 它解构了年龄的分布 我们的年龄分布 本来很正常 年轻的多老的少 后来慢慢的老的多了一点 年轻的还是一样 所以它的图形变成 上面变大一点 本来是一个上面小 下面大 然后中间变大 下面少一点点 上面开始多一点点 现在几乎快要变成是 下面很小 上面变大 所以它解构了年龄的分布 设计思考这件事情 就是你要去思考 解构了年龄的分布这件事情 给我们什么机会 给我们什么挑战 这样子 你才能够开始真正的去解决问题 东西均衡的这件事情 事实上是解构了世界秩序 世界本来是有一个秩序的 谁叫做强国 谁叫做比较弱的人 什么叫做第三世界 什么叫做这个 比较先进的国家等等 可是现在这个秩序正在改变 到最后会变成世界是平的 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它解构的是一个世界的秩序 解构世界秩序 让我们开始要思想 那给我们什么机会 给我们什么挑战 全球的连结 就是全球的人都能够被一个地址的地球 我们刚刚讲地图的地球 跟地址的地球 全球的人都能够被一个叫做地址的地球 这样子的一个环境所影响 或者是说我们其实都从地址的地球 移民到 从地图的地球 移民到地址的地球 这样子的一个移民产生的时候 那么很多在地址的地球上面 发生的媒体 就是传播媒体 传媒它已经被解构掉 以前你觉得报纸需要送到你家来 后来你觉得说我要这个听听收音机 我就可以听到新闻 后来你说我可以看电视 我就可以看到新闻 后来你说我跑到网路上 我透过我的电脑 我就可以看到新闻 现在你看新闻 很可能是这样这样这样 我早上搭捷运来搭火车来台中的时候 我看到很多人在车上这样这样 在看新闻 所以新闻不被解构吗 当然被解构了 被解构的原因就是地址的地球 大家都移民到那里去住了 你不会等到报纸送到你家来 你才会出门 你根本随时出门 随时看新闻 所以这个是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知识的融合 解构了学术的网路 我最近正在写一个题目 叫做学院的崩解 就是我们以前有这个学院 那个学院 这个学院 那个学院 大概在这个世纪的100年之内 已经过了10年了 如果各位活得够长 活到22世纪 各位大概活得够长的人 可以证明看看我讲的 对不对 就是一定学院就不是这么回事 绝对不是这么回事 因为整个知识系统已经改变 所以它是解构了学术的网络 环境的变迁 它是解构了生活的经验 什么叫做解构了生活的经验呢 你以前可能觉得 我们人都应该住在地上 可是如果海平面上升以后 住在海上不是什么太稀奇的事情 所以你很可能以后的环境 是解构了你的生活经验 你会发现 你上街是要坐船的 而不是要坐车的 那那个是不是一个生活经验的改变呢 所以环境的变迁 是解构生活的经验 我们来举个例子 解构重传媒 这个是一个我们一个电视的画面 变成乱掉了 看不见 为什么 谁解构了这个重传媒呢 新的结构解构了它 新的结构是什么呢 轻的传媒 也就是非常就容易送过来你手上的 以前是送到你家 后来说送到你家 要透过卫星 透过有线电视才能送到你家 现在透过电话线就送到你的手上 这个叫做轻的传媒 轻的传媒 再加上免费的脑力 这两个东西的结合 就产生了一个新的结构 这个新的结构就把那个旧的结构 就把它解构掉了 就是打破掉了 什么叫做免费的脑力 全世界一年 有这么多免费的脑力 不要钱了 三兆小时 三兆小时可能多到大家都不知道 这是什么意思 我把它算成大家可以理解的数字 它叫做脑力控档 因为脑力有控档 所以大家都在免费出这些脑力 台湾两千三百万人 如果每一个人每一天 都奉献八个小时 不要钱哦 奉献八个小时 去帮人家想东西 连续奉献四十五年 两千三百万人 一天每一个人都免费给人家八小时 然后连续两千三百万人都做四十五年 就是三兆小时 够多吧 一年全世界一年 有这么多的免费的脑袋 要让你用 现在有些人已经开始用 各位现在 上图书馆去查资料多 还是跑到Wikipedia上面去查资料多 当然是Wikipedia查的多吧 Wikipedia谁写的 谁付给那些人钱 没有人付过 那为什么有那些人那么闲呢 是有那么多人那么闲啊 是不是 就是我们现在常常看到一些漂亮的照片 在freaker上面 在Facebook上面 那些都不需要人做吗 都需要人做啊 那些人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有没有人在给他薪水啊 有吗 没有吧 你上去Facebook 有人在给你薪水吗 你可能做的比你给薪水还用功 可是没有人给你薪水啊 这个叫做 这个 Spaire Brain Power 就是脑力控档 脑力控档是一个 20世纪的时候有没有呢 有啊 大家本来就是没有那么用功 大家本来就是闲闲没事做 所以大家本来有事做的时候 也不想做事 所以本来就有很多脑力控档 20世纪的时候 你那些脑力的控档 除了打瞌睡 看小说 看报纸 打毛线以外 你没有别的事 可是现在 因为有了一个东西叫做网路 所以大家在网路上 没事去贴照片啊 没事去拍一些照片 把它放到Fuggo上面去啊 所以你现在 像我那天 我们的同事 我请他去一个 我们的新的客户的 那个地方照相 他说他还来不及去照 我说你不用去照了 我就把地址打到 Fuggo Map的地址上面去 我一打了以后 他就跳出地图 说这个地方 那他说 这个只是地图 又没有照片 我说照片可能很多 我直接就把上面 Google Map 上面不是一个小人吗 我把小人拉下去 那照片就在那里 哇 他的那个房子长成什么样子 我推近一点看 拉远一点看 四周的环境怎么样 我已经看清楚 我说你不用去啦 好了 有人替我付薪水 你知道吗 有人替我付薪水 所以我就不必再派我的同仁去 这怎么回事 脑力控挡 脑力控挡 再加上整个地球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这个世界改变 重的传媒 不管是电视 报纸 杂志 他都是重传媒 他们已经变成是一种退化的传媒 那为什么他们会退化 很简单 他们的运输成本很重 杂志要寄到你家 还要要求打折 其实 还是很重 所以 至少他还要印 印出来变成一本一本 才能够记 那么 这些都是一种 都是一种 重 他不轻 我举一个小小的例子 今天没带来给你看 我现在养成一个习惯 同时 因为我在做实验 同时 每两个礼拜 我买一本财新杂志 叫做Fortune 同时呢 我也买一本 在iPad上面 可以download的Fortune 我买一本Wire Magazine 我也同时在往iPad上面 买一本Wire Magazine 我想要看看他们有什么不同 因为他内容其实都一样 所以我有点点无聊 不过我的目的是实验 很简单 我要买一本那个杂志 要么就是我要订 然后我要请他寄到我家来 可是我如果要去订 有时候这一期的内容 我又没那么想看 所以我就不是很想订 所以我通常都是上街去买 可是上街去买 我要成本 我要有交通工具的成本 我要花时间 可是如果我是在网路上 直接从iPad上面download下来 它的画面这么大 不是像以前我download在手机这么小 它是这么大 那它的每一个画面 跟我真正在杂志上看到 几乎一模一样 我拿正的 它就是正的 我拿横过来 它就是横过来 它的广告 一样是广告 可是更重要 它的广告 我一按 它就连到那个广告 广告组那边去了 所以所有 而且还不止 当我看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想要了解这家公司 它按一下 那家公司的股票的价格 就跑出来了 你在杂志上 你如果看这家公司 你想要去找 你还得上网去找一找 这家公司是怎么样 我一说 你看到一张照片 那张照片 你按一下 那张照片的 当时在拍这张照片的时候 的访问的过程 的video 它就跑出来 所以 一个是很重的东西 需要运来运去 到你家 提供的功能 还比较少 一个是你按一下 大概差不多 一分钟两分钟 就全部都download到 你的这个 这个iPad 或者是以后的 这种电子书的 上面去的时候 你想想看 它会不会退化呢 它当然退化 第二个是 这些东西 就算是你拿到手上的时候 它还是单向给你看 你想要回去一个东西的时候 你回不去 你要 你不知道怎么回 所以它是单向 同时如果像电视那样东西 它还是现实的 所谓的现实是什么意思 不只是电视说八点档连续剧 你只能八点看 不然就是看重播 你不能随时选时间看一看 看了两分钟你又停下来 又跑去做电视又回来看 不只是这样 包括杂志 杂志的时候你现在买 两个星期以后它下架了 或者是一个月以后它下架了 下架以后你讲说我想买上一期 麻烦了要命 可是你在网路上买 它的上一期 它还在那 因为是常委理论告诉你 它永远在那里 所以你永远可以买 因为它那本书又不需要下架 它在网路的空间上又没有占空间 所以它就不需要下架 所以它没有现实阅听的问题 所以传统的媒体 它告诉你要现实阅听 运输成本又这么重 单向的传播 所以它肯定要退化 这个就是世界变 在全球连结的时候 世界变了以后 我们就要思考 它给我们什么挑战 它给我们什么机会 我今天已经不断的跟各位说 你要学会思考 它给我什么挑战 它给我什么机会 我们花一点点时间 十几分钟看完以后就休息 这个影片是一位叫做 Clay Shirky 这个是Wire Magazine的一个编辑 他是一个社会媒体的理论家 它在TED上面讲的是 How cognitive surplus will change the world 这个大家都明白 这个东西要如何改变世界 可是Cognitive surplus是什么意思 Cognitive 认知 Surplus 英语 什么叫做认知英语 就是我刚刚说的 脑力 闲置的脑力 所以闲置的脑力 怎么样子改变这个世界 很重要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Ori Akola 谁有的由你会知道 从她的TED Talk 她们开始上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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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 它网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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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站 to being a critical part of the media landscape in trying to understand where the violence was. And Akola solicited from her commenters more information about what was going on. And the comments began pouring in. And Akola would collate them. She would post them. And she quickly said, It's too much. I could do this all day every day and I can't keep up. There is more information about what's going on in Kenya right now than any one person can manage. If only there was a way to automate this. And two programmers who read her blog held their hands up and said, We could do that. And in 72 hours they launched Ushahidi. Ushahidi, the name means witness or testimony in Swahili, is a very simple way of taking reports from the field whether it's from the web or critically via mobile phones and SMS, aggregating it and putting it on a map. That's all it is but that's all that's needed because what it does is it takes the tacit information available to the whole population. Everybody knows where the violence is but no one person knows what everyone knows. And it takes that tacit information and it aggregates it and it maps it and it makes it public. And that maneuver called crisis mapping was kicked off in Kenya in January of 2008. And enough people looked at it and found it valuable enough that the programmers who created Ushahidi decided they were going to make it open source and turn it into a platform. It's since been deployed in Mexico to track electoral fraud. It's been deployed in Washington D.C. to track snow cleanup. And it's been used most famously in Haiti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earthquake. And when you look at the map now posted on the Ushahidi front page you can see that the number of deployments in Ushahidi has gone worldwide. This went from a single idea and a single implementation in East Africa in the beginning of 2008 to a global deployment in less than three years. Now what Ecola did would not have been possible without digital technology. What Ecola did would not have been possible without human generosity. And the interesting moment now the number of environments where the social design challenge relies on both of those things being true. That is the resource that I'm talking about. I call it cognitive surplus and it represents the ability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to volunteer and to contribute and collaborate on large sometimes global projects. Cognitive surplus is made up of two things. The first obviously is the world's free time and talents. The world has over a trillion hours a year of free time to commit to shared projects. Now that free time existed in the 20th century but we didn't get Ushahidi in the 20th century. That's the second half of cognitive surplus. The media landscape in the 20th century was very good at helping people consume and we got as a result very good at consuming. But now that we've been given media tools the internet mobile phones that let us do more than consume what we're seeing is that people weren't couch potatoes because we liked to be we were couch potatoes because that was the only opportunity given to us. We still like to consume of course but it turns out we also like to create and we like to share. And it's those two things together right ancient human motivation and the modern tools to allow that motivation to be joined up in large scale efforts that are the new design resource. And using cognitive surplus we're starting to see truly incredible experiments in scientific, literary, artistic, political efforts designing we're also getting of course a lot of lolcats. Lolcats are cute pictures of cats made cuter with the addition of cute captions and they are also part of the abundant media landscape we're getting now. This is one of the participatory one of the participatory models we see coming out along with Ushahidi. Now let us stipulate as the lawyers say that lolcats are the stupidest possible creative act right there's others that are there are other candidates of course but lolcats will do as a general case right but here's the thing the stupidest possible creative act is still a creative act right someone who has done something like this however mediocre and throw away right has tried something has put something forward in public and once they've done it they can do it again and they can work on getting it better right there is a spectrum between mediocre work and good work and as anybody who's worked as an artist or a creator knows it's a spectrum you're constantly struggling to get on top of the gap is between doing anything and doing nothing right and someone who makes a lolcat has already crossed over that gap now it's tempting to want to get the Ushahidis without the lolcats right to get the serious stuff without the throw away stuff but media abundance never works that way freedom to experiment means freedom to experiment with anything even with the sacred printing press we got erotic novels 150 years before we got scientific journals right so rather than focus right now so before I talk about what is I think the critical difference between lolcats and Ushahidi I want to talk about their shared source and that source is designed for generosity right it is one of the curiosities of our historical era that even as cognitive surplus is becoming a resource we can design around social sciences are also starting to explain how important our intrinsic motivations are to us how much we do things because we like to do them rather than because our boss told them to do them or because we're being paid to do this is a graph from paper buy this is a graph from paper buy man and deterrence theory is a very simple theory of human behavior if you want someone to do less of something add a punishment and they'll do less of it simple, straightforward, commonsensical also largely untested and so they went and studied ten daycare centers in Haifa, Israel and they studied those daycare centers at the time of highest tension which is pickup time at pickup time the teachers who have been with your children all day would like you to be there at the appointed hour to take your children back meanwhile the parents, perhaps a little busy at work, running late, running errands want a little slack to pick the kids up late so Nisi and Roustuccini said how many instances of late pickups are there at these ten daycare centers and they saw, and this is what the graph is these are the number of weeks and these are the number of late arrivals that there were between six and ten instances of late pickups on average in these ten daycare centers so they divided the daycare centers into two groups and the white group there is the control group they change nothing but the group of daycare centers represented by the black line they said, we are changing this bargain as of right now right, if you pick your kid up more than ten minutes late we're gonna add a ten shekel fine to your bill boom, no ifs, ands or buts and the minute they did that the behavior in those daycare centers changed late pickups went up every week for the next four weeks until they topped out at triple the pre-fine average and then they fluctuated at between double and triple the pre-fine average for the life of the fine and you can see immediately what happened right the fine broke the culture of the daycare center by adding a fine what they did was communicate to the parents that their entire debt to the teachers had been discharged with the payment of ten shekels and that there was no residue of guilt or social concern that the parents owed the teachers and so the parents quite sensibly said ten shekels to pick my kid up late what could be bad the explanation of human behavior that we inherited in the 20th century was that we are all rational self-maximizing actors and in that explanation the daycare center had no contract should have been operating without any constraints but that's not right they were operating with social constraints rather than contractual ones and critically the social constraints created a culture that was more generous than the contractual constraints so Nisi and Ristaccini run this experiment for a dozen weeks run the fine for a dozen weeks and then they say ok that's it all done fine and then a really interesting thing happens nothing changes right the culture that got broken by the fine stayed broken when the fine was removed not only are economic motivations and intrinsic motivations incompatible that incompatibility can persist over long periods so the trick right in designing these kinds of situations is to understand where you're relying on the economic part of the bargain as with the parents paying the teachers and when you're relying on the social part of the bargain when you're really designing for generosity and this brings me back to the lolcats and to you shahidi this is I think the range that matters both of these rely on cognitive surplus both of these designed for the assumption that people like to create and we want to share here is the critic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right Lolcats is communal value its value created by the participants for each other communal value on the networks we have right is everywhere every time you see a large aggregate of shared publicly available data whether it's photos on flickr or videos on youtube or whatever this is good i like lolcats as much as the next guy maybe a little more even but this is also a largely solved problem i have a hard time envisioning a future in which someone is saying where oh where can i find a picture of a cute cat right you shahidi by contrast is civic value its value created by the participants but enjoyed by society as a whole the goals set out by you shahidi are not just to make life better for the participants but to make life better for everyone in the society in which you shahidi is operating and that kind of civic value is not just a side effect of opening up to human motivation it really is going to be a side effect of what we collectively make of these kinds of efforts there are a trillion hours a year of participatory value up for grabs that will be true year in and year out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 are going to be able to participate in these kinds of projects is going to grow and we can see that organizations designed around a culture of generosity can achieve incredible effects without an enormous amount of contractual overhead a very different model than our default model for large scale group action in the 20th century what's going to make the difference here is what dean kamen said the inventor and entrepreneur kamen said free cultures get what they celebrate right we've got a choice before us right we've got this trillion hours a year we can use it to crack each other up and we're going to do that that we get for free but we can also celebrate and support and reward the people trying to use cognitive surplus to create civic value and to the degree we're going to do that to the degree that we're able to do that we'll be able to change society thank you very much 剛剛他的最後一段 我稍微補充一下 他的最後一段說 左邊的那個 大家把自己喜歡的貓的照片 都放上去網路上 讓大家互相欣賞 對方的貓 自己的貓 別人的貓 那產生的效果是 對於貓喜歡的人 會在這裡得到這些好處 享受到這些照片的好處 右邊的那種網站 就是Yushihidi這樣子的網站 他也是有許多人 他有這個空出來的時間跟腦力跟才能 他去把這個不管是交通的事故 哪裏積雪 或者是哪裏有這個選舉的會選 把他放到網路上去 放到地圖上去 讓大家知道 但是他的這個得到的好處 並不是像左邊的那樣子 對於貓喜歡的人而已 他得到的好處 是整個社會的一個進步 所以他剛剛說的意思就是說 最後的結論就是說 如果我們能夠去鼓舞 建構這樣子的網路 而讓社會整體進步的人 那就是我們未來社會進步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動力 那麼這個是我們在這一段 想要跟大家這個分享的 在今天的課程裡面 談到的是 新型態的領導人 他所需要具備的三種能力 那第一種能力呢 是必須要了解解構跟這個 現在的結構 未來的結構 我給大家看